三国演义描述中 陶谦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实人 他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 勉励维持着徐州的和平 并有对刘备有退位让贤的美德 曹操是因为看准陶谦老实可亲 借着为父报仇为名 对徐州用兵征讨 似乎陶谦在群雄混战之际 显得无可奈何 说来有人可能不信 是陶谦先对曹操动的手 在陶谦杀害曹操之父曹松以前 陶谦就曾参与过一场 不为后人所瞩目的中原大战 由于这场战役 于史书中记载过于简略 难以知道详细交战过程 多不受为人所讨论 但是这场大战的主要参与者 就聚集了袁绍 袁术曹操公孙在 陶谦刘备张淼 张宏 袁仪夏侯敦 与佛罗等人群雄聚集 并以曹操的领地眼周 为中心展开火拼 出平三年 青州黄金军攻打眼周 眼周刺史刘带率军迎战 兵败战死 眼周因此出现了刺史的空缺 顿时成为群雄瞩目之地 不久前 豫州刺史 孔州病逝 豫州顿时陷入了元树 孙奸 周昂 曹操 公孙 越多方混战当中 刘带之战死 自是给眼周造成了乱局 曹操在当时还只是东郡太守 他作为眼周本地官员 授记北向报信 陈留太守张淼 山阳太守 袁一等人拥护为眼周 与此同时 公孙赞命部下 丹京为眼周刺史 率军逼近眼周 远在长安的李爵 郭四也插上一脚 他们以朝廷的名义 派经赵人金上 接任眼周刺史 曹操并不承认 汉县帝朝廷的合法性 出兵驱逐金上 金上出逃到元树处 并引元树袭击眼周 袁树又与公孙赞淘谦联盟 相约三方大军共激眼周 其战略意图就是趁心接管眼周的曹操 尚未坐稳 趁虚而入攻取曹操的领地 于是袁绍 袁树 曹操 淘谦 公孙赞五大诸侯 展开了交战 时任高唐令的刘备 虽然还不被世人所熟知 却也参与其中 其实手下已有关于张飞 赵云 田玉 四元战将就暂时给这场战役起个名字 叫五军之战吧 袁绍前一年才与公孙赞在戒桥交战 又匆匆返回叶城击败黑山军 紧接着就是盟友曹操 面临四面受敌的处境 袁绍与公孙赞仍旧两军对持 公孙赞另派田凯夺取青州 但经刘备与陶谦组成联军逼近眼周 陶谦屯兵之地是眼周东郡的发干 部队以明目张胆入侵到曹操领土 袁绍派部将赃宏为青州刺史 与青州境内的刘备丹京田凯等人或有所摩擦 由于丹京陶谦的部队深入眼周被曹操所击败 曹操摆脱了眼周东北的威胁 战役第二阶段是更多人熟知的匡庭之战 袁束率军由眼周西面入侵陈流去 并击败了陈流太守张苗 派刘八之父刘祥驻扎在匡庭 袁束联军逐渐在此地集结 黑山军首领余毒和匈奴缠余于佛罗受到袁束的号召 一同率军入侵眼周 若非曹操在短时间内击退了陶谦丹京 则必受到袁束陶谦东西夹击 曹操率军回袁张苗 与袁束联军在匡庭决战并将其击败 又大破余毒于佛罗 一路追击袁束将其赶到扬州 袁绍命袁移为扬州刺史 南下扬州追击袁束 袁移棒打落水狗却被袁束反杀 在逃亡中被士兵杀死 曹操在这场混战中平实力稳坐袁周牧之位 经此一战确立了曹操成为大诸侯的地位 一显示出曹操转战千里的作战才能 把守住四战之地 陶谦兵败以后对袁周仍不死心 恰逢那时下批人雀轩聚众数千人 自称天子 陶谦与雀轩勾结 他让雀轩以流寇的形式入侵泰山郡德华 费二线 转攻袁周的任城 再度入侵曹操领土 与此同时 原本居住在狼邪国的曹松 举家启程前往曹操的领地 一则因为曹操与陶谦交恶 二则狼邪国的国王刘荣忽然病死 狼邪顺理成章 被陶谦所接管 陶谦派泰山贼脏霸 孙关等人驻扎在狼邪境内 形势不容曹松逗留 曹松在经过泰山华 费二线附近时 被陶谦的都尉张凯所结杀 说法一是陶谦派张凯护送曹松 张凯健才兴起袭击曹松 曹松和小切从墙洞逃走 因为小切太胖 被卡在洞口一时出不来 最后曹松躲到厕所 终不免遇难 可结合到陶谦派却轩入寇华 废地界 陶谦在杀死曹松以后 把责任推诿给张凯的嫌疑非常之大 不久 雀轩又被陶谦所杀 并夺走了雀轩的不顿 张凯前逃到袁树麾下 袁树又派张凯去 刺杀陈国的国王刘楚 张凯似乎是一位职业杀手 所以史书多认为 陶谦刻意杀害曹松 由上看来陶谦绝非 三国演义中描述是一位老好人 陶谦又年丧父 以放荡的性格闻名于乡里 他十四岁就用步作为战骑 骑着竹马 与乡里孩童嬉戏 玩打仗的游戏 这意味着陶谦自小喜好军事 陶谦为人聪明 很快考入太学 曾官拜幽州刺史 皇甫松讨伐枪足时 向朝廷申请善战的武将 进入自己军队 陶谦由此入选 官拜杨武都尉 皇甫松在西边 讨伐枪足数年 颇有战功 想必陶谦在那时 也曾领兵征战 其后车骑将军张温 又申请让陶谦担任自己的参军 与陶谦同时担任参军的是江东蒙虎孙坚 随着徐州的黄金贼作乱 当地官员没法压制 朝廷选中陶谦的军事才干 命陶谦接任徐州刺史 陶谦进入徐州后 安抚了赃霸 孙关等泰山 贼为自己所用 又组建了精锐的丹阳军 陶谦由此大破黄金 稳定了徐州局势 徐州名是赵裕 相当不喜欢陶谦为人 应该就跟陶谦是军阀势力有关 陶谦本人就是丹阳人 他能招揽丹阳兵自部族为旗 丹阳兵是当时著名的精兵 曹操 刘备 孙策辉下部队都有丹阳兵的血团 可见这支部队相当的珍贵 陶谦可以说是东汉末年很典型的军阀势力 其人亦可说文武双全 虽说不上是军事奇才 却有些军事手段 拥有称雄一方的才能 他未曾加入袁绍等人的反董卓联盟 可是在第二年陶谦又号召诸侯奉诸郡为盟主 讨伐董卓 但那时诸侯已陷入混战当中 无人响应陶谦 朱平三年是陶谦势力最强盛的一年 这年他再次号召官员奉诸郡为盟主 讨伐李绝 郭斯 受陶谦号令的官员 有前扬州刺史周甘 狼邪国相殷德 东海国相刘奎 鹏城国 湘吉连 北海相国孔荣 配相援中 泰山太守英少 汝南太守徐秋 前九江太守扶前 博士政权等人 狼邪 东海 鹏城 北海 佩国 泰山 汝南的太守 全都听从陶谦号令 徐州境内官员 姑且不论 北海国属青州 佩国 汝南属玉州 泰山属衍州 陶谦不仅掌控了徐州全境 还不断蚕食其他州区 出平四年秋 曹操以替父报仇为由 起兵讨伐陶谦 袁绍派朱灵 增援曹操 公孙瓒派田 凯岭 刘备增援陶谦 曹操大军先后攻拔石余城 曹将于进攻克广威 沿四水直至鹏城 曹人别攻陶谦部将旅游 破敌之后 还与曹操和兵 陶谦引军迎击 却遭遇大败 只得逃离鹏城 退保东海潭城 曹操成绩又破鹏城 赴阳 向东北攻沸 华 吉秋开阳 脏霸 孙关 屯兵在开阳一带 应曾被曹操所击败 唯有陶谦的主城谭县 不能攻下 曹操又转攻取绿 虽灵 下丘三线 军队锁过截图之 鸡犬一进 破翼无再能看到行人 也许陶谦的军事才能 确实不如曹操 可也不至于不堪一击 在陶谦和曹操交战前 徐州地方政府 曾发生一件大事 陶谦任命同乡 则荣担任下批下 并负责运输广陵 下批 鹏城三郡的粮草 到达徐州的智府谭县 但泽荣是一位 在虔诚的佛教徒 他用心良苦 得到陶谦三郡 粮草和贡品物资以后 并没有送到谭县 反而占为己有 泽荣得到这些财物后 便在下批境内 广兴佛寺庙 要下批人民 日夜朗读佛经 使附近各郡的和尚 尼姑 迁入下批境 前后高达五千多户人家 每到佛祖诞辰 他就举办御佛会 光是在路旁设酒宴的费用 要用一围单位来算 是一位 在中国传扬佛教的先驱 这件事对陶谦影响 到底有多大不得而知 徐州只有鹏城 东海 狼邪 广陵 下批五军 北海的孔荣 自身难保 黑国的园中 已经跑路 泰山的英少 已转头袁少 汝南又被园树入侵 陶谦一次 失去三郡粮草 物资可畏 相当严重的打击 陶谦还没来得及 处理泽荣 曹操即入侵徐州 泽荣趁机鲁结 五千多户人口 南下扬州 又袭杀了广陵太守赵鱼 将广陵郡洗劫一番 陶谦是又丢钱财 又丢人口 他整个军阀 很可能因此陷入粮草 无际的被动局面 被迫主动与曹操交战 才招致连番惨败 幸得田凯 刘备增援 阻挡到曹操退兵 陶谦终究保住了徐州 但徐州境内 连遭曹操屠城 损失沉重 曹擅的徐州政府 经此一几乎是名存实亡 曹擅给刘备增添精锐的丹阳兵 并任命刘备为豫州刺史 想让刘备抵徐曹操之同时 再开拓豫州战场 兴平元年四月 曹操在征徐州 连把武城碎公至狼邪 东海回军过潭城 刘备与曹豹囤兵潭东 与曹操交战 被曹军所击败 曹操随即洗拔香奔 锁过之处 多索残路 陶谦眼见日暮图穷 欲要返回老家丹阳 恰逢此时 陈刘太守张淼 赢屡步入眼州 陈宫张超接叛 迫使曹操撤回眼州评判 陶谦的病情日益加重 对徐州别价迷竹说 非刘备不能安此周也 于是在陶谦死后 徐州官员用户刘备为徐州目 三国演义中著名的三让徐州是小说中多家的故事 主要是指陶谦敬重刘备的人意之名 主动退让徐州 但是从历史上的实际情况看来 军阀出身的陶谦 更多看重刘备的英雄之气 认为刘备徐州诸位官员中最有能耐一位 陶谦与曹操之间的矛盾 实际上就是东汉末年军阀之间的领土纠纷 军阀之间相攻是寻常之士 曹松之死令曹操更拥有讨伐陶谦的名义 在群雄混战时期 陶谦一度以大诸侯身份欺压小诸侯曹操 经过徐州之战以后 徐州地方政府一决不振 即便陶谦没有及时病死 怕也支撑不住多少年 陶谦死后 徐州就跟当初的衍州一样变成人所垂涎的大蛋糕 刘备跟当初的曹操一样被当地人拥护为徐州之主 可是外有曹操吕布袁树环绕 无不想趁机霸占徐州 衍生出新的混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